主播年代旅遊 越南富國島丟包事件 今天盛夏的旅客分別搭乘三個班機返臺 目前已經有兩班月節南風 總計載有這次事件相關的四百四十八個旅客 抵臺 那麼旅客呢 雖然結束這趟驚險的春節丟包之旅 回到國內 但還是滿肚子怨氣 來聽一下稍早旅客怎麼說 就是怕我回不了臺灣 就這樣子 下次還會不會參加這個旅遊 不要啦 一定不要參加了 第三天 第四天就連飯都沒有得吃 我們連出門飛機餐都沒有 回來也沒有 感覺被炸氣 我們買了購買的產品 卻是得到這種待遇 旅客從行程安排抱怨到餐廳住宿等 由於年代旅遊都沒有付錢 所以都得自己額外再付錢 或者是當地的地接社 或者是領隊導遊先帶電 而傍晚呢 還有一班月主航空的班機 即將在線下的旅客來返臺 而這班月主的包機呢 就是當初進接社和年代旅遊 引發款項糾紛的航班 本來付款期限呢 是壓在昨天下午三點 但是呢 幾經溝通 月主航空基於人道主義 願意派機把臺灣旅客送回國 那麼 廣告書也提醒 旅客回來臺灣之後呢 要留存所謂的合約 還有相關的單據 那麼 平保協會呢 也將從明天開工之後 開始授禮申訴 那麼 以上是我們掌握到的情形 把時間換給棚內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順善盡美 盡好新聞